我们还是他的门徒,我们想学习,我们还是他的战士,我们要守望,今天我们还在这个世上,我们在教会是什么呢?还是仆人? 我们可以读一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七、四十八节,我这是非常认真的读了,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到四十八节。 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脱谁就向谁多要。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 为了我们的主 愿大家都有这样真诚的心 非常的尊重我们神的话语 让我们变得非常的忠心 主啊 让我们看到 你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想做那忠心的仆人 不因为我们早上 起来就怎么样了 我们真正想的是你的国度 能够来到这地上 让我们大家能够 真正地看到 什么是神的天国 不能觉得 他是拜拜给我们的 我们现在已经得救了 我们是神的士兵 为他征战 那今天在这地上 我们应该怎么样在教会服事 也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不能觉得很简单 很随便地这样去做 哦 我们什么都知道 尤其是昨天的聚会 大家想不想做这个初熟的果子 我们大家都想 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行动 怎么样反应呢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怎么样过 我们怎么样去服事 圣徒之间彼此的反应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在每一天的生活 不是在等一个非常大的事件 我们每一天都要正常的生活反应 就像保罗对提摩泰说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在教会的生活 行事为人 今天在这里就已经开始计算了 因为我们就是教会 我们也是教会的仆人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两个例子都非常的有意义 我们要看一下 一个是在24章马太福音的 还有一个25章的 都是关于这个天国的 这个顺序是非常的有意义 我们回到马太福音24章 45节到51节 我们从44节开始 这个44节也非常的重要 我们大家一定要警醒守望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为主人所派 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主人来到 看见他这样行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倘若那恶仆心里说 我的主人必来得迟 就动手打他的同伴 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在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时辰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重重地处置他 定他和假冒为善人同罪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and to eat and drink with the drumsters the master of thy servant will come of the day and meet his son the people and that power that he is love or wherever and will cut him in two and appoint him his portion with the universe there shall be weeking and gnashing of tea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守望 他们觉得主人会来得迟 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个忠心的仆人 无论主人说什么 他都会照着去做 这个四十五节 这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为主人所派 管理家里的人 办事分粮给他们 各位仆人 应该是为每一个人服务 主人怎么样跟他讲 他就会怎么做 现在我们在这个教会 作为这个仆人呢 我们要给圣徒分粮 给他们准备食物 还有就是新来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 我们要多读圣经 多祷告 主真的给了我光亮 耶稣基督 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怎么样去服事 我们可以看一下 约翰福音的五章十节 他做的是什么 做的就是父神的旨意 我们服事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耶稣基督 作为我们的榜样 不是根据我们的旨意 而是根据我们 父神的旨意去行 还有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四 你知不知道 父在我里面 我也在父的里面 我说这些话 不是根据我自己的旨意 而是父神 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们要追求的 就是父神的旨意 很多时候呢 我们觉得 我想这样做 我想这样服事 我们大家要首先祷告 到父神那里 然后只有这样做 才能够帮助教会 不仅仅是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做了事 不能够帮助教会 那样是不行的 我们要学习 去问父神 去向祂祷告 他们服事的时候 会很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不好的事啊 痛苦啊 有时候我们也会 只顾服事自己 有时候小的痛苦 我们就会觉得 太厉害了 但是跟主的痛苦 比真的什么都不是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 自己的魂 在这个教会的生活呢 我们要真正的 去接受痛苦 另外就要舍己 我们要跟随这个主人 跟随这个神真正的仆人 我们自己也要学习 一杯十字架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恶谱 就是这个四十八节 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四十八节 他说这个主人要吃来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呢 跟着恶谱一样 觉得主啊 你要迟到了 这次呢 也许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达成这个和平条约 但是这是一直在我们心里 在想 这个条约到底会不会签下来呢 你看第二部分 他们就动手打同伴 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这部分怎么样呢 我不觉得这个Moses的弟兄会打我 但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天国的宪法 它的标准太高了 这不是说我们动手去打人 但是呢 有些时候我们心里想去打他们 恨他们 都是不可以的 我不想说 我还有这样的问题 我心里可能不喜欢Moses的弟兄 对我们来说 这真的是警告 在教会的生活 我们应该怎么样行事为人 我们想作为这个忠心的仆人 而不是这恶仆 这个恶仆将来要接受的就是惩罚 第一个忠心的仆人 会受到这个奖赏 最后他要和这个王一起 得到所有的奖赏 昨天我们看到了 这个恶仆 他们要接受训练 在这千年国度里 受很多的罪 愿我们大家呢 互相的鼓励 作为这忠心的仆人 再次提醒大家 一定要惊心守望 阿们 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这种想法 在旧约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现在读一下旧约 以赛亚书 五十六章 当我读到 五十六章 第十二节 我读了之后 觉得自己不想这样 他们说来吧 我去拿酒 我们饱饮浓酒 明日必和今日一样 就是艳乐无量极大之日 这个世界现在是走下坡路 很多事情 真的是难以想象 这样的事怎么能够发生呢 但是有些人呢 觉得哦 很好 我们要真的小心了 不要被这些事情所玷污 不然的话 我们就是这些恶仆了 我们和这些个 不好的东西同意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另外的一个 预言比喻 二十五章马太 第十四节开始 到三十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 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按照个人的才干 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两千 一个给了一千 就往外国去了 那零五千的 随即拿去做买卖 另外赚了五千 那我们先停在这里 先停一下 这个地方呢 主给我们一个比喻 这个主人呢 要去很远的地方 然后呢 就叫他的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这是属于谁的 属于这个主人的 第一个他给了五千 另外一个给了两千 另外一个给了一千 怎么给的呢 跟着个人的才干 它是非常公平的 你不要去跟别人比 它是根据个人的才干 给的 如果我们不能做 它不是 是不会给我们的 它要根据我们的才干 给 很快它就出去了 我们接着读 读十七 那零两千的 也照样另赚了两千 但那零一千的 去掘开地 把主人的银子埋葬了 过了许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 和他们算账 那零五千银子的 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 主啊 你交给我五千银子 请看 我又赚了五千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 世上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 享受 你主人的快乐 那零两千的 也来说 主啊 你交给我 两千银子 请看 我又赚了两千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 世上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 享受 你主人的快乐 那零一千的也来 说 主啊 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重的地方 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 要聚敛 我就害怕 去把你的一千银子 埋藏在地里 请看 你的原银子在这里 主人回答说 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你既知道 我没有重的地方 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 要聚敛 就当把我的银子 放给兑换银钱的人 到我来的时候 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夺过他这一千来 给那有一万的 因为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把这无用的仆人 丢在外面 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止了 无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men 这是一个很长的比喻 实际上 你看一下这几个仆人 他们都得到了银子 他们从主人那里得来 同时呢 当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 都是同时 来跟他们要账 我们都一样 无论我们老的年轻的 都是这样的 问题是我们怎么样 来投资我们的时间 让这事在能够接触果实 我们要真正地看到 我们有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 都是从主人而来的 这都是主的财宝 是他给我们的 就连这些银子 我们说这个物理的 属灵的 你得到的一切 都是从主得到的 都是属于他的 就连我们整个人 都是属于我们主的 而不是属于我们自己 所有的一切都属于主 如果我们忠心 我们要可以看到这一切 主他信任我们 给了我们这个银子 我们要用忠心的方式 来管理他的贱 我们看到了这里 主人他们会将上 这忠心的 他说你做得非常好 另外一个 我不知道这个人 怎么得到这样的想法 我们看一下第24 他说主啊 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散 他怎么会得到这样的想法 从哪里得来的 帝君开玩笑 说可能是牧师告诉我的 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19章 22 他说 你的恶仆 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 你知道我是严厉的人 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我们的主是公义的主 他要根据我们的财干给我们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神 我真不知道这个恶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他最后就把这个银子埋了 我们真的要成熟 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 我们要知道主 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们读一下这个义父祖书 告诉我们 我们要成熟 我们应该像教师一样 在这个比喻呢 最重要的事呢 就是 就是这个三十 三十节 把这无用的仆人 无用的仆人 我们得到了 我们应该去工作 去投资 主说了 他要得到利息 你应该把它投资到正确的地方 这样的话才能得到利润 现在这个时间 我们应该知道如何的投资自己的时间 我们都有这样的银子 你有三千 你去投资 如果做的不是很好 但是大家如果都这样去努力地做投资 那神的家就会变得很富有 你看你有两千 他有三千 大家都去做 就是五千 如果大家都这样去投资的话呢 神的家就会越来越富有 如果大家都是那些个懒惰的 不忠心的 在他该做的事上 他不去做 他把这钱埋葬了 那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就会堕落 我们真的是要精心守望 不要懒惰 不能做那些个不结果实的仆人 另外就是你要去哪里 去投资 我跟弟兄有这样的交通 也许你把你的钱 投资到错的地方了 今天有很多地方 不要忘记了我们有敌人 他给我们看上去很多是好的地方去投资 实际上是不对的 他让这些东西看上去都是对的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是对的还是错的 如果你把钱放在那里 就有去无回了 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错的地方 这家银行是不属于神的 如果你把很多钱 把你的整个的生命 都投资到这个地方 比如说这个大淫妇 放到他那里 50年之后 你什么都没有了 后来你醒过来了 哇 我的钱都丢了 但是你已经没有时间了 你整整浪费了50年 我们有时候赚了赚了 去找这个银行 在找银行的过程中 50年就过去了 这个Victoria姐妹 说现在已经辞职了 你应该把时间呢 都投资在这个教会的生活 而且要聪明地去做 把我们的时间放在对的地方 这样的话就会得到利润 投资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有利润 千万不要像另外一个 把自己的这个银子都埋葬了 然后没有任何的利润 我们要真的忠心在这件事上 无论是物理上 还是这个属灵上 都是这样的 为什么主要给我们孩子呢 是因为他相信我们 这不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得到了孩子 是神给我们的 我们要怎么样去教育这些孩子呢 这也是一个投资 我们不能随便地去做 我们要看到利润 就是神的下一代 愿大家都能够在所有事上 警醒守望 每一件事 我们都要回到 这个特会的标题 天国的这个奥秘 怎么样去投资 我们觉得这个 现在献祭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天我们都有这样的目标 我们要找到主 让他来改变我们 从基督那里获得的 就是这个利润 每一天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主啊 我们想经历你 在每一个季上 我都想经历你 我们想得到你 我们想得到利润 这是正确的道路 通过这个祭司的体系 通过献祭 大家想一下 这个祭司体系呢 就是从大家这里来收利润 然后呢 让父神满意 让我们忠心 让我们有利润 主啊 愿我们都变成忠心的仆人 主啊 今天是特会的最后一天 今天是特会的最后一天 非常感激 大家弟兄姐妹们提醒我们 要记住 这话语就是神的话语 我们在这里交通 就是鼓励大家 鼓励大家前进 我们不是教授 不是在这里学习圣经 解释圣经 我们在这里要做的就是 鼓励大家 神的话语 真的是对我们有效的 也能够纠正我们 帮助我们 在公义这件事上 去达到完全 不是说我们知道多少 每一件小的事上 我们都应该知道去追求 在正确的时间 主会给我们正确的知识 就像以赛亚的第十一章讲的 是一个智慧和聪明的灵 另外还有这个明白的灵 我们需要明白 我们需要他的带领 他的灵可以带领我们 明白了之后 我们要做事 主呢就会帮我们咨询 你要这样做 那样做 你得到了一个新的工作 在上班的前几天 你需要别人带你 另外你需要刚强 就是这个圣灵的大能 你可能知道 但是呢 你没有刚强去做这件事 尤其是这属灵的事情 我们需要圣灵的大能 另外我们知道知识 从圣灵而来的知识 你看一下这个孩子 你在学校学了很多东西 我们要不断地成长 不要想一下 把所有的东西都学会 主要是你得到的东西 不要变成死的知识 你要学会应用 这就是为什么 你要做家庭作业 可能妈妈给你解释了 在这件事上 不要生气 烦怒 但是你要去学习怎么样 应用上 最后一部分就是 对神的敬畏 没有对神的敬畏 是不行的 我们读了很多的经节 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就是惩罚 你不要认为 哦 我不需要 我们都需要 我就需要这个惩罚 哦 我现在已经 几十年了 我什么都知道 就说呀 这个恶仆 要被从中间劈成两半 你想被劈开吗 就像牛一样 被砍开了 然后最后做成了汉堡包 这样行吗 这是很小的事吗 我不想被切开 有时候我手上有一点小的口 我就说不要了 觉得很痛苦 如果你被砍 砍成了两半 那行吗 不行 我受不了 你非常合理 不应该被砍成两半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害怕 如果这个人对神没有敬畏 那你会做很多疯狂的事 这个惩罚 属于谁呢 属于神的话语 有时候你不想读祂的话语 但是你必须读 如果没有惩罚 那我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会变得很懒 不想前进了 我们知道 不仅仅是这些个小弟兄们 还有我 我也这样 我这么老的人也会懒惰 如果我不知道 主会惩罚我 那我就随随便便了 就像现在这么差的天气 我肯定不会来多伦多了 你要相信我 后来我也想 我可能会被砍开 扔在黑暗之中 哇我真的害怕了 我赶紧打行李来多伦多 这里这么冷 但是呢 跟那个被砍开 磨成了肉酱比 真的要好很多 所以我选择来到了多伦多 你不要觉得不重要 你看我们的弟兄 说了你要相信我 我是诚心诚意地讲这些 你要告诉他们 很严肃地告诉他们 非常的严重这件事 没有对神的敬畏 我们肯定是达不到目标的 你可能知道 考试不合格 你要重新上这门课 你怎么办呢 你一定要好好做家庭作业 无畏制踢足球了 如果没有失败 没有这个考试 那你去上课 随随便便 上完课就完了 你会花所有的时间 打游戏啊 踢足球 干你想干的事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实际的 我不想重复所有的马太福音十三章的事 正本马太福音 讲的就是天国的福音 不是说我们生活的福音 而是天国的福音 第一件事呢 他给我们的是律法 天国的律法 我们属于天国的国民 我们要知道 知道那里有律法 这个国度的一切都应该是正确的 对神对人都应该是有公义的 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我们还要知道 这个天国人民 他们的本性应该是什么的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那几句话是真正的根基 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人 每一个国度都有他们的特征 以及美国的东西 我们不仅仅读一下 知道一点就好了 而是要把他的话语写在我们心里 我们需要神的话语 当我们一次又一次读他的话语的时候 不仅仅要读 还要吃他 让这话语变成我们的生命 变成我们的钢墙 我们有这天国的宪法 怎么样把它活出来呢 这个公义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天国福音的第二部分 就是天国的秘密 让我们看到这个天国的发展 成长是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主的敌人撒旦在那里 他的话语非常的平衡 他的话语都是一对一对的 你看主在这里撒种 敌人也在撒种 第一个是把他的种子撒到我们心里 另外要决定于你的心是怎么样的 现在是关于你的心 不仅仅是敌人的问题 如果你的心非常的刚硬 那这个种子进不去 小鸟一来就把它吃了 这个种子就没了 你一无所有 这个天国的种子 撒进我们心里 也需要我们的心 去怎么样接受它 有些人说 我知道我信主就够了 你要保证你的心是一个正确的 你要问主 主啊医治我 我们是这堕落的人类 我们也改不了了 我们从这个亚当而来 我们的这个心呢 是不纯正的 我们需要主的治疗 如果你生了病你要干什么 你说没关系 我相信 相信医生 你相信是不够的 你还要去看医生 然后呢 他要做一些事 有可能他要给你做手术 你愿意做手术吗 不愿意 但是你没有选择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有没有 没有 你想活下来 一定要被医治 真的很可怕呀 那你怎么办呢 你想死吗 不会的 所以最好呢 我这么害怕 但是我们要接受这个手术治疗 主啊医治我们 我们有这样好的一个医生 他能够帮助我们 不要在这里受罪 而是到医生那里去 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你看这两个弟兄 都有这个心脏起泊气 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医生 在天上 他来帮助我们 很多时候 我要跟主说 主啊 你要医治我 不仅仅是洁净我 拯救我 而是要医治我 你不能说 医生 你饶恕了我 你要说 我想被医治 请你医治我 只有这样 我们心中天国的种子 才能够正常地生长 以后 接触很多的果实 我们想在西安 有它的国度 现在 这个教会就是它的国度 如果我们大家都没有很好的心 那是不行的 这是你的心 你要管理好你的心 你觉得那里有这么好的保险 永恒的这个保险 我们期待神 我们已经有了圣灵的印记 百分之百 你没有问题吗 大家要真正地管理好自己的心 另外呢 还有这样的敌人 他把这个败子 种在你的心中 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看上去非常相像 你看假先知啊 假的老师 还有那个教皇 他们这些牧养的人 结果他们是什么呢 他们来着李世强 去夺 他们是从这窗户进来的 进来之后又偷又抢了 现在有很多的窃贼 不要仅仅认为 这个那些政客 是不好的人 现在还有很多假的先知 我来之前呢 我在读这个耶利米书 二十一章 讲了那个时候 有很多的假先知 真的很可怕 你觉得这个牧师和那假先知 他们不一样吗 最可怕的是 他们外表像羊一样 里面是什么呢 里面是狼 就是披着羊皮的狼 episode会有很多人 Bravo 它比爱真 기 Jeffrey 那么很可怕的狼 还有些长得像人一样的狼 还有些年软变成了暗开 就是人呐 有些人变成了狼 保罗说了 我要离开了 他跟那些长老说 你们这些人中有一些会 变成狼啊 你会把这个 羊 抓过去 他们并以前不是 但是他们变成了狼 你是穿着羊皮的狼 而不是这个羊披着狼皮 这是我的比喻 这些事是时常发生的 最后 这些狼就开始吃羊 他们应该喂养这些羊 但是 他们来吃这些羊 这些都在 这个比喻里面 这个被子也是这样 第一个比喻呢 讲的是你的心 就是你的责任 第二个呢 啊 你会不会睡着 而是你要坐着守望着 尤其是在教会里 带领的弟兄 你要带领这些个年轻的弟兄姐妹 你要开好 不让那些狼进来 有些人会把这些狼请来 哦 人越多越好啊 就把狼请进来了 他们看上去很好 就是白子 你把它弄进来 以后会很麻烦的 有些个强盗 你怎么样对付强盗呢 你家里可能要按报警器 弟兄刚才说 还可以建一个墙 就像美国建的那个墙一样 这样是有效的 另外的一对比喻呢 另外的一对比喻呢 就是撒旦 要对教会做的事 在教会开始的时候 他怎么做呢 他逼迫你 逼迫教会 把你放进监狱 然后拿这些圣徒呢 去喂那些个动物 去烧他们 后来撒旦发现 这并不工作 很多人殉道了 他们越逼迫这些人 更多的人相信主了 哦 原来是撒旦 真的在那里 后来撒旦呢 学习了 改进了 他又用了新的招数 他有什么改变呢 在那个公元303年 他们创造了这个基督徒 然后呢 这些个世上的 那些个政治的东西都进来了 他给了教会很大的权力 把很多的这个庙都变成了教会 你看 在那个欧洲 有这么多非常漂亮的大教堂 看着像一个鬼屋啊 看着像一个鬼屋啊 现在教会有了这个权力 有了钱 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是不会拒绝这个权力的 这个权力会让人堕落 这几百年 罗马天主教真的是有很大的权力 有的时候比这个君王的权力还大 就变成了一棵大树 你想这么大吗 撒旦是第一个他想把自己做大的 他想把神剃掉 这就是撒旦的轨迹 他让你想把自己做大 你要那些人 这就是撒旦的轨迹让你堕落 把你放到高处 你带的位置越高 将来你会堕落的越深 今天在这个基督教的一些个地方 大家都在比较谁更大 他们有很好的会所 另外一个人来了 又做了一个更大的会所 哇他这里还有篮球队 他现在变成了什么呀 就像那个篮球队一样 美国他做了这么一个教会的组织 联盟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现在这个世界就进入了教会 混在一起 那个女人 其实我讲的那个女人 还有那个大淫妇 他们把所有的这个教都带进了教会 改变了教会的本质 教会的一切都被改变了 大家也不用读圣经了 哇 我听这个教皇的 这个教皇永远不会堕落 然后呢 我再给大家讲 我是祭司 大家不用读了 只要听我的就好了 这就是撒旦的轨迹 赞美主 这两个预言 还有那个第三对 这是我们弟兄讲的 在最后的时候 主要得到他的财宝 不管撒旦怎么做 我们的主一定要得到他的财宝 就是他的国度 就像这珍珠一样 但是呢 你必须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主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主把他自己的一切都交出来 得到了他的国度 今天我们要给主什么呢 你要拿天上的荣耀 你想放弃吗 我可以放弃花生 我可以放弃花生 跟主给我的相比 我给他的就像花生一样 什么都不是 我还想留着自己这个花生 舍不得放出去 我不想放弃 如果没有很多财宝的话 我有的这些东西我都舍不得呀 按顾不下 voir ű呗 兰球 我都舍不得丢啊 我们不想放弃 撒旦呢 会给你很多东西来宠你 这就像那个陷阱一样 最后的两对预言 可以看到我们要怎么做 你想这样做的话 你必须要看到 这个天国是如此的宝贵 不然的话就非常困难 赞美主 感谢他给我们这么多的比喻 后面我们还有两对比喻要讲 早上我们这个弟兄已经分享了 两个非常好的比喻 24和25 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主要来了 你要看到这个天国的福音 是真的是很完全 非常的完全 有这个宪法 还有这个天国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发展的 另外就是今天早上讲的 主来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 谁是合格的 你还有这样这个童女的比喻 这两对也是一起的 永远是两对 这个童女的 这个童女呢 你要纯净 圣洁 因为你是她的心腹 要忠心 要一直等着这个新郎 要爱她 自己的一切就是为了等待这个新郎 他最爱我们的主 另外呢就是要获得这个油 另外一对呢 讲的是这个仆人 我们需要非常的平衡 不要说我爱主就够了 你要做她的仆人 因为她是我们的主人 当她回来的时候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她是我们的主人 我们是她的仆人 我们又是童女 要作为了聪明又忠心的童女 《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 讲的都是主作为这个万王之王到来 他要娶她的心腹 他要奖励她的仆人 另外呢我们弟兄还要分享 这个审判 那些个不信的人 让这个比喻非常的完全 让这个天国整个的图画是如此的完整 现在该轮到你了 大家休息一下 五分钟 前段 你们都知道